注意了,数数人,七月下旬,恐有一场变故,记得能躲就躲,有时,一个人的成功并不一定要有多么耀眼的优势,只要够坚持,够努力,发挥属于自己的核心竞争力,就能拥有一席之地。 不要为懒散和懈怠找任何理由。许多时候,你过得好不好,跟你是否优秀没太大关系,但跟你是否努力密不可分。 七月数数人才愿横跨鸿沟,得到非常好的求财大机遇,按照生肖数的性格,绝对不会错过,给事业更添一笔光彩。 小部分数数人近日收入,以看得见的速度在疯涨,日子红火舒适,烦恼暂时丢到一旁。 同时在待人接物方面,数数人有自己的方法,对人接物,细腻很小的事情,也会记在脑中,让朋友十分感动。 在生意上,朋友们也会使出自己全部人脉,帮助生肖数的人,让他们数到成功。 生肖数数的人天生聪明,善便让人捉摸不透,再加上性格上的倔强,导致生肖数可能求财不顺,意思就是说,数数人在年轻的时候可能会吃一些苦头。 但数数的人身上将会有喜事发生,七月下旬有吉星庇佑,到时候运势逐渐回升。 同时,数数之人平时需多加注意运动,以让身体胜衰轮换,平稳进行,家中福气大旺,收获满满,富贵有余。 数数人有极大机会,因为贵人帮助得到一份惊喜,数数人的异性缘会慢慢地降临在你身边。 不过进入七月之后,命宫对宫有非联星进入,这可能会有一些桃花近身,因为非联并不是像红卵一样的吉星,进入命宫会属于烂桃花之类的。 比如近期一些明星产生许多非纹磅身,不利于求财,近期的烂桃花,数数人最好能躲就躲,不止已婚人士要注意,单身的人士也需要注意。 如有不熟的朋友邀请一起出去玩,或者是有什么需要投资的集体活动,最好不要参与,以免破财失身,最好等七月过后留月费联薪,离开较好。 进入八月,在此期间,你可能就会遇见生命中那位重要的人,遇见喜欢的人,一定要主动,你主动了可能你们就会有故事。 不过所有的努力,不是为了让别人觉得你了不起,而是为了能让自己打心里看得起自己,人生的奔跑,不在于瞬间的爆发,取决于途中的坚持。 你纵有千百个理由放弃,也要找一个理由坚持,能激励你,温暖你,感动你的,不是立志语入心灵鸡汤,而是身边比你优秀的人,比你还努力,老实在这里。 特别提醒生消暑的朋友,其实生效运势的高低,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,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,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。 老师也分享一篇文章,希望生消暑的朋友,能静下心来好好的读一读,也许能给你一些智慧的领悟,或心灵的沉淀,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,会有很大的帮助。 在物理学中,有一个物质守恒定律,物质是不会消失,也不会产生的,只能由一种物质转化成另一种物质。 既然物质是守恒的,那人世间的一切,也都是守恒的。 比如说,因果是守恒的,缘分是守恒的,就连报应也是守恒的。 报应跟因果,存在必然的联系。 种下了善因,就有可能结出善果,让当事人收获到善报。 种下了恶因,就会结出恶果,让当事人收获到恶报。 善恶报应,虽然我们看不见,也摸不着,但它一直围绕在我们的身边。 所谓万法皆空,因果不空就是这个道理。 有些人觉得,只要我有钱有势,成为精英,就一定可以躲避报应。 其实,他们都错了。 在命运之神面前,任何人都显得渺小不堪。 人,不幸犯了这四个大忌,再有钱也再接难逃。 一,家庭中,上梁不正,必然下梁外。 有一个爆发户,四十岁左右,突然间赚了不少钱,可把他高兴坏了。 所以,他就带两个儿子去各种奢华享受的场所。 过了十年,两儿子大专毕业后,就留联于酒吧和夜总会当中,玩得特别混乱。 不久,大儿子玩到患病了,二儿子也被杀猪盘,骗了不少钱。 身为父亲,他就教育孩子,都二十多岁了,该收心养性,想想怎么赚钱,怎么好好过日子了。 没想到,两儿子跟父亲对着干,还拳脚相向。 他不理解,怎么孩子会这么坏呢? 其实,一切都是他自己造成的。 有钱了,就带年幼的孩子去花天酒地,孩子从小就学坏了,他不就是罪魁祸首了吗? 千万不要觉得,只要我有钱了,就能放纵自己,以及放纵孩子。 上梁不挣,迟早会下梁外。 越是有钱,越是要严格要求自己和孩子。 父母做得好,孩子不会差到哪里去。 父母做得不好,孩子早晚会走向不归路。 二,不可一世,墓中无人,迟早倒霉。 村口有两姐妹,姐姐嫁给了一个很朴实的男人,她自己也很安分,全家安稳。 妹妹调上了一个富二代,愈发交恒跋扈起来。 有一次,姐姐夫妻俩开着十来万的小车回家,还提着大包小包给父母。 而妹妹夫妻俩开着豪车进村,下车后,她还耀武扬威,不可一世。 身为丈夫的富二代,隐约听到邻里相亲在讨论,说她的妻子攀上了高枝就变了,觉得有钱就了不起。 还想管父母和姐姐的家事,没有金刚钻,却想懒此气活。 她愈发觉得妻子愚蠢,上不得台面,后来干脆在外面找了一个情人,直接让她留守空房,连钱都不给她花了。 被丈夫惯了好几年的她,觉得自己受了莫大的委屈,就毅然跟丈夫离婚。 如今,她净身出户,啥都没有,比姐姐一家惨多了。 所谓千则成,傲则败就是这个道理。 这一刻有多不可一世,目中无人,下一刻就有多凄凉悲惨,落寞不堪。 生活的反差,超乎人之想象。 三,贪心到了极致,会逐渐反贫。 越是有所经历,越是赞同这么一句话,有多大的头,就戴多大的帽子。 你是中产,那你过中产的日子就好。 他是低产,那他过低产的日子就行了,又何必羡慕别人,嫉妒别人,怨恨别人呢? 有一个预言故事,渔夫救了一条小金鱼,小金鱼为了报恩,就跟他说,自己可以满足他三个合理的愿望。 对此,渔夫就跑回家跟老伴商量。 第一次,老伴说要一个新的洗脸盘,进于满足了他的愿望。 第二次,老伴说要一栋新的房子,以及服侍他的佣人,进于有点为难,但还是满足了他的心愿。 到了第三次,老伴说要让金鱼永远成为他的奴隶,金鱼立马收走了给他的一切,让他重新成为了穷人,一夜回到解放前。 自己是什么人,就该过什么日子? 当你欲望滔天,还不满足,我想,哪怕你赚到了大钱,也很快会失去因为贪字的个贫。 四,德行配不上所拥有的一切,会在劫难逃。 汉武帝在位期间,有一位靠关系上位的将军,名为李广丽。 李广丽毫无才华和本事,却想一鸣惊人。 所以,他率领十多万大军,攻打匈奴,竟然遇到了对手,损兵折将,但汉武帝还是原谅了他。 后来,李广丽愈发不知足,还跟宰相狼狈为奸,想要谋取军位,推仓一网流破上位。 结果就是,宰相被腰斩,李广丽战败投降匈奴,次年被魏律所杀。 从古至今,像李广丽这般毫无自知之明,得不配位的人,那是数不胜数的。 而这些人,多半都没有好下场。 原因很简单,德性配不上所拥有的一切,那这一切就会反噬当事人。 当下有多幸运,未来就有多不幸。 德性不够,就该修德。 实在不行,就不要染指不属于自己的一切。 否则,在劫难逃,以上生效十二的分享就到这里,天道酬勤,要记得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,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福气满满,才气满满,身体健康,又逍遥,下期见。